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是Artist 這時代啦齁 時代,對 這一台安裝的是道路版的避震器 那它本來呢就有大包 而且車主的話也改了一些 改了一些,譬如說 輪胎啦齁 還有 還有鋁圈 然後它是2154-57的規格 除了鋁圈輪胎 譬如說拉桿之類的 也已經有做一些基礎的升級 Artist我們安裝直播分享的 應該頻率蠻高的齁 那這一台呢,一樣再跟大家做一下基本的介紹 譬如說它的後面的上座 我們KT都有附了 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所以在技師拆裝上呢,也比較簡便 那這台車其實也不算舊 那如果是一代的Alice 有可能是03-04年 那車領的話也有可能已經到了 十幾年了 那上座也有可能會有異常 那如果要沿用原廠呢 就有可能不能保證說 原廠上座的狀況是OK的或者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KT都有附上座 而且在有附上座的時候呢 技師呢在拆裝的時候也比較簡便一點 因為原廠如果要拆上座下來 需要把彈簧壓縮之後才有辦法拆上座 所以在拆裝的工時上呢 也會節省很多 那後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道路板是5公斤的彈簧 45公斤 它的用料部分 裡面所填充的主尼油呢 一樣是使用意大利一整桶 進口的主尼油 並不是IP這個品牌呢 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穩定度也好 耐久性也好 消耗性 種種的表現呢 都相當的穩定 所以這個是我們KT用料的部分 那油封的部分 最重要的 攸關到壽命的部分 所選用的油封呢 是日本NOK的油封 今天預計的車高是大概30V左右 預計大概到30V 那下方 像這個 都是桶身可以調整的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整體乘坐感覺呢 是差異不多的 而且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呢 會比較寬 會比較多一點點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後座 我們把後座往前請之後呢 是在後座的後方 這裡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幫我補一下那邊 我手指過去就好 如果是副架那邊的話 是在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那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 我們繞過來先來介紹 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原廠避震器的話呢 比較短的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上座的部分呢 我們就都有附新品了 所以不需要再沿用原廠的上座 這個是很漂亮 改裝17吋的鋁圈 這個版本已經有大包了 而且車主的話呢 改裝了不少東西 譬如說它的前面也有下緊自拉桿 這個都是龍影 Summit的拉桿 然後這裡的話呢 有一個補震 三腳架補震的 這個我們比較少看到 這個是Hilrex陳腐的產品 它所謂的補震呢 就是補震它的幾何結構 讓它的作動時候的角度呢 能夠更捷徑 還沒有降低車高的時候 這個我們比較少介紹過 剛好車友有裝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前面的部分 道路板我們所選用的彈簧呢 是200長7公斤 那這一個離載鑽的固定位置呢 這個離載鑽不用再改強化或改短的 直接沿用原廠就好了 然後這裡有ABS感應線 跟油管固定架的位置呢 這些的話就都跟原廠的固定位置是一樣的 車主的話也有改了遠遠的霧燈 車子也固的很漂亮 前面的話也有改了引擎式的拉桿 那這個是Carbon的濕蓋 水轉印的 然後上座的話 前面上座在這裡我們有附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呢 這個旋鈕呢 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順時針像這個方向的話 它就變硬 逆時針呢 像這裡 這樣調整的話就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Artist很方便 從這裡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不需要再把整個濕蓋把它拆開 不需要 那這個黑色的上座呢 就是我們KT所附的新品 這個就是前面避震器的上座 那裡面其實有一個軸層 這些的話它是總層鍵 所以 改裝KT之後呢 這些東西呢 就不用煩惱 它原來的壽命是不是OK的 這個也是HID大燈 這個版本配 配備比較高檔 有大包還有HID大燈 今天一季降下來的車高 是大概30幅左右 那這個Artist的車 有很多都會把它拉一個 這個是冷氣的排水孔 會拉一個排水孔 放到三腳架的下方 這樣呢 這個滴水孔呢 就不會滴到三腳架 這台是 時代 年份的話 要10年的 這台是10年的 OK的 好 我們把輪胎裝上去 等一下預計要降下來試車了 它因為已經好像好幾天沒有空檔 跟大家開直播分享 所以今天剛好裝Artist呢 就跟大家做直播分享一下 如果呢 你是開同款車的話呢 很歡迎來我們KT的工廠 或者是跟我們的業務聯絡 我們都有試乘車可以讓大家來做試乘 那如果對KT的產品呢 有任何疑問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今天的直播呢 比較短緣已經裝好了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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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응 好